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睡眠系列的练习 睡眠已经形成了当代人一个非常困扰生活的严重的问题 在人群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实际上睡眠不仅仅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 情绪问题包括身体的问题所产生 我们不能每天达到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和一个比较长的睡眠的时间 有的时候随着身体的年龄的增长衰老 同样我们睡眠的质量和时间也会越来越下降 这是由于在我们人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 和睡眠相关联的器官产生蜕变 所以罢得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失眠的人在服用一种褪黑素的药物 而褪黑素呢 在我们人体当中是由我们松果体 这个腺体所产生的 松果体在人年幼和年轻的时候 它的机能都非常发达 但是随着岁月 它会逐渐的退化 实际上 到我们人三十几岁的时候 松果体的退化 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少度 它大概是从我们十八岁左右开始 就到达了一个生长的成熟期 然后它就逐渐的开始退化 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 一般松果体的退化和钙化 就已经比较严重 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针对我们身体直接产生 褪黑素的这一个线体 我们如何减缓它退化 褪变的这个生命历程 今天我们要练习的这一套 就完全是针对松果体的 呼吸体势和影响的练习 让我们双手修前合十 保持肌肢炎站 心轮打开 肩膀放松 下额微微的内收 在中正的坐姿当中 去感受自己的稳定 双手从掌根到指尖 相合在一起 深吸 缓慢呼气 再一次 深呼吸 去找到坐骨扎根大地的稳定 缓慢 下一个呼吸 我们开始黄心链接 深吸 我们开始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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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以髋关节为轴旋转身体 吸气向前 呼气向后 咱们以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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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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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